Telo系列教学视频IMU校准 得益于DJI的飞控技术 Telo不仅可实现稳定飞行 还能自动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 其中IMU发挥着重要作用 当TeloAPP提示IMU异常时 请按如下步骤进行IMU校准 首先,开线螺旋桨 此时请勿启动电机 将飞行器放置于水平面上 开启飞行器并连接至TeloAPP 点击APP提示框进行IMU校准 注意,校准时飞行器绿灯快闪 表示当前平面校准完成 APP将自动跳转至下一步 校准过程将持续5至10分钟 初按提示摆放外 请勿随意移动飞行器 点击开始 按照APP图示方向摆放飞行器进行校准 保持飞行器静止 将飞行器立起 电机朝向左侧 将电机朝向右侧 将机头朝向下方 将机头朝向上方 将飞行器底部朝上 当APP提示校准完成 请重启飞行器 此时重启即可飞行 若多次校准失败 请登陆瑞兹官网 获取在线售后技术支持 感谢您的观看